那這個維修怎麼去判斷就看它的效果 好 第三個階段就是期末要做的事情了 那期末要做的事情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在P7上也講過的 就是期末要做成本分攤 那成本分攤的意思就是要提列折舊 所以折舊不用是成本分攤的一個 基礎之下所產生的快捷處理 好 那我的成本分攤 其實我們前面沒有去花很多時間去講 是因為它前面所用的折舊方法 跟我們出海所講的一樣 直線法 應該說平均法可以分成三種 直線法也是平均法 因為每名都一樣 生產數量法也是一樣 每個單位負擔的折舊分都一樣 另外一個叫工作時間法 就是說我用時間來判斷的話 那你的工作時間所分攤的折舊分都一樣 所以這三個方法其實整合起來叫做平均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加速折舊法 或者叫地檢法 地檢法的意思是我其的折舊分有越來越少 好 標準有三個方法 是屬於地檢法 一個年數合計法 另外一個定律地檢法 第三個倍數餘額地檢法 那倍數你可以是1.5倍2倍3倍4倍5倍都可以 就看你的作法 就是你的折舊方法怎麼提 所以這三個都算是地檢法的折舊方法 那運證中我們出海所講的都一樣 所以我就跳過沒這樣子 提到說 如果你在年度其中取得資產 你怎麼去提給折舊費用 其實這在出海裡頭也提過 好 剛剛上個禮拜 我也跟大家做了一個複習了 好 所以其末要做的兩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在我們的第七章講 另外一件事情在第八章才說 好 所以我們就從善如流 第八章在談一件特殊的問題 所以我們第八章在談 期末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第七章呢 最後要講處犯 我們說我的資產呢 快計處理四個階段 一開始取得這個資產的 度上快計處理 第二個 這個資產期間相關的快計處理 第三個 期末我要做的事情 第四個 那這個資產我要去處分掉 這個處分 不管是你沒有年期期滿了沒 好 你都可以處分了 你不要說我這個資產 我估計要四十年 我要用四十年 我三十八年 我二十年 我就可以要害 可不可以 沒人說不可以 好 你不要說我原來估計我要用四十年 我不到四十年 我不能做任何事嗎 可以啊 所以全部 這種不管你現在要年限期滿 所做的 還是還沒有到時間 好 那你年限還沒到 你要做的那個處分 我們都統統叫做處分 所以我們處分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種 一種 就是什麼 把它報廢 報廢基本上來講 我們是 我們對 我說這個名詞上面 我會認知 你的報廢是你沒有拿到任何一筆寫金額進來 你就說我報廢只把他當作褐色一樣 丟掉了 這叫報廢 這叫報廢 所以報廢呢 我們是 基本上是不會拿到任何一筆寫的 另外一個叫出售 出售是會什麼 我們就拿到錢 拿錢賣嘛 對不對 什麼叫做賣 你就說我把東西給他 他要給我錢啊 這叫出售 好 所以基本上有拿到現金 就是這個資產當你處分的時候 他有拿到錢 有拿回一部分的現金 我們通通叫做出售 如果你的處分沒有拿回任何一毛錢 我們其實 我就把它叫做報廢 第三種 其實就像回到我們第一個講的 所謂的交換 我也可以把我的東西跟別人換你 這也是我處分我的資產之一樣 我請問我的資產的方法其實就有點像 我一開始取得這個資產的入障的 一開始裡面所講的交換是一樣的 好 我這個東西我不是把它賣掉 也不是把它包廢掉 我是在裡面交換 這個交換就跟前面的這個資產 取得新資產的時候的概念一樣 那資產交換也是有沒有商業實質 如果沒有商業實質要怎麼做 有商業實質要怎麼做 就跟前面的資產取得的時候的交換的概念 是完全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是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處分有三個 三個 三種形態 那不管哪一種形態 不管你是貿費 不管你是出售 不管你是交換 你可能做了一件事情 說第一個動作 要先把你的資產的帳面價值算出來 也就是說 我要把它算 我要先得到處分當時資產的帳面價值 資產的帳面價值怎麼算 資產的帳面價值怎麼得到 我的資產的帳面價值怎麼得到的 什麼是我的資產帳面價值 我會不會很可愛的 好 筆記本 好 你可以當作雜記本 好 你可以當作雜記本 好 你可以當作雜記本 我每次帶了一些東西出來 每次都要說送給大家 好 先問一個很簡單的 來 送東西而已 怎麼得到帳面價值 好 對呀 就這麼簡單 好 餐飯點 大概累積就是你的帳面價值啊 所以呢 如果你不是在年底做儲分 你不是在年底做資產的儲分的話 你在年度當中做資產儲分 所以第一個動作 你就要先計算 期出到儲分當時為止的 這就是用 才會得到儲分當時的帳面價值 好 所以第一個 所以我說你在儲分的時候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式去做儲分 報費也好 出售也好 交換也好 你第一個動作都要計算 現在要得到儲分當天的帳面價值 那我儲分可能會產生儲分什麼呢? 所以我的儲分主義怎麼決定? 就是我儲分所拿到的對價 跟我儲分當時後資產的帳面價值 中間的差來決定我的儲分損益 好 所以縱普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例子 好 擦掉了 好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想想看剛剛的勢力十五 好 所以十五所提到的 我們就電梯成本是兩百萬 好 然後呢 我換了一個新電梯 這個例子從它的分度裡面 也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是什麼? 好 基本上來講就是 我們是不是借給記者就七十五萬 借儲分資產損失一百二十五萬 貸建築物兩百萬 這個交易 第一個 我們說了它的儲分方式是 貿備 出售 交換 對嗎? 好 很簡單的 很容易看到 因為它沒有任何現金的對價 好 你不用像那個姜維一樣 一定要把手機放在我這邊 你才能夠控制 你才能夠避免到自己操作它的那個慾望 好 好 所以這個大家都很傷腦筋 上這個時候電子產品 最近看到一個 最近都應該這兩天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全年 應該是說每一年產生電子產品的垃圾 有多少? 好 它說平均一個人有七公斤 很認定在現金 我應該產生那麼多 它說美國呢 產生是29點多公斤 好 它產生730萬 就 它就應該講是2013年吧 產生730萬噸的電子產品的垃圾 好 這個不是在講這個垃圾的資產品 好 不知道怎麼讓大家上課的時候 不要說滑手機 或者是看平板 這個 三層上腦筋的事情 好 一定有下課時間 沒有那麼緊急的事情的話 我希望大家還是專心一點 你上課專心 其實你可以減輕 你回家複習的時間 好 其實 其實是很划算的 這個怎麼讓你的讀書 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就是認真上課 我覺得應該是很有幫助 好 所以我們看到視力15 這個 它的舊電廳 其實很標準是報費 對 因為它沒有拿到任何現金 所以它的儲分損益怎麼決定 以儲分的時候拿到的對價 跟它的照額價值之間的差來決定 因為報費它沒有拿到任何對價 它沒有拿回任何現金 所以它的報費損失就是它的帳額價值 好 這樣看懂嗎 所以如果你有賣掉 不管你賣的金額是多少 你都可以產生現金 那一樣呢 你賣掉的金額 跟你拿到 跟你儲分的 資產的帳額價值中間的差 就決定你的儲分損益 所以儲分損益很簡單 怎麼決定出來 就是你的帳額價值跟你取得 如果是政府徵收 或者是意外災害 意外災害 我們當然會看一下 那個 市立 富富三 那其實富富三就應該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我先跳過一下 我們先講富富三 為什麼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富二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 富富三我們講保險 也想說 前陣子不是常常有人 自己製作手掌 然後呢 再來要求裡面 好 你記得嗎 我們有那個新聞 在前陣子還蠻常發生很多 就是他可能缺錢 好 然後呢 他要 但他這個做建議信的時候 通常都是跑到大陸裡 不想為什麼需要跑到大陸裡 好 然後也許就那個師父現場 或者是 因為你發現保險事故發生的時候 保險公司的人要去現場看 好 所以這樣也更加 如果你騎摩托車啊 跟人家的車子相撞的時候 你有保險的話 基本上你就要保持事故現場 好 那第一個就是 你要讓警察 交通警察來看 然後你判斷一下師父的責任歸屬 好 當然你還讓你的什麼 保險公司的人來看一下 好 那當然沒有 他第一時間沒有來 等下到時候可以去警察局 去看他的那個紀錄 好 來判斷是誰 誰對誰錯 保險公司要顧怎樣的責任 好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這個保險發生的時候 保險公司一定要去看 他的那個責任歸屬 然後再來判斷他要不要贏 要賠多少 當然跟你的保險的條件 是有關係的 那當時候呢 那個人呢 就是 他會保了幾千萬 然後多了一個手腳之後呢 我去保了意外險 所以意外險要賠我幾千萬 好 這個是人生保險 那你說 那我可不可以 像我們現在談的是資產 就是有其公司呢 把他的廠房去做保險 那這個廠房保險呢 他就沒有辦法好 因為有個共保條款 好 共保條款呢 他就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說 他 你如果用資產去保險 你是不可能像人生一樣說 我這個資產明明是只有三千萬 我要去保三億的保險的金額 基本上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那時候其實 我剛開始的時候我在想說 那個資產的時候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判斷 我可以去找出他的公民價值去判斷說 我保險的理賠金額 不管你保多少錢 好 我保險理賠的金額 一定不會超過你這個資產的公民價值 所以假設我剛剛講說 我這個資產明明就三千萬而已 我去保了三億 好 告訴你 就算你這個工廠 整個毀損掉了保險公司理賠的時候 只會賠三千萬 就算你真的是完全符合理賠事故的條件 他也就都賠三千萬 他為什麼不會去賠你當初投保的金額 那如果是這種機制之下 那為什麼人可以做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我 我就是保了很多張 然後我加起來就是 將近九千萬的保險金額 如果發生保險事故的話 保險公司要配我五千萬 那只要符合這個條件 只要符合理賠的事故的 理賠的條件 保險金額是沒有任何理由說 我不賠你那麼多的 但是一般資產可以 資產任何我剛剛講的 市場價值就有三千萬 我去保了一個三億保險公司 就算你完全是因為天然 這個不是天然障礙 例外障礙所產生 完全符合你當初投保的 理賠的條件保險公司 最多的只有賠你三百三千萬 只會賠你公平價值 那為什麼人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為什麼人會變這個機制不保多少錢 只要符合保險公司的理賠的條件 不管多少他都一定要賠我 我如果去保幾億 他一定要賠我吃你 但是資產都不行 為什麼 好 因為人的價值是沒有辦法用金錢騰兩個 所以你說他值幾億 誰也沒有辦法去說不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為什麼人沒有公平價值呢 人卻沒有公平價值 這個是當時我也想說 這個保險公司 因為我也是學了這個 所謂的資產保險的條件之後 我就想說 為什麼人好像不能有所謂的賠償的上限 沒有這個條件 沒有這個條件 別人就是人 人的生命是無價 對 好 我上面有寫著好不好 好 我寫到應該是拿錯了 有一個袋子嗎 這是當時說麒麟科技來做竅園正常的時候送的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附路三 就是保險的領培的會計處理 一般公司來講保險領培的會計處理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說了 我剛剛已經講了一個 其實我已經先講了一個 保險公司在領培的上限的規定 他一定有他的規則性 所以你沒有辦法藉由保險來賺取額外的 或者是暴利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保險公司因為你在用這個資產 所以他一定會要求 基本上會要求一個共保 也就是說東西是你在用的 你不能刻意或者是說你應盡責任 而不善盡應盡責任 去好好地保 應該說保固或者是說管理您這個資產 對他有共保條款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什麼叫做共保條款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保險 那保險是目的為什麼要做保險 好 請你看一下三百二十六月的第一行 若保險公司 若不動產廠房時設備已投保 那保險理賠的金額是為了減少損失 而作為損失的減少 就是說為了要減少損失的發生 好 所以呢 當我這個資負保費的時候 我就想履負保險費 因為通常我們不會一個月一個月保 一定保的就是一年或者是幾年 好 但是如果我發生了這個資產毀損的時候 那保險公司今做了理賠的話呢 我就要一併把它轉銷掉 好 履負保險費 一定要轉銷掉 就是 接著你做保險的目的是什麼 當你發生 好 那個是保險事故的 發生的時候呢 你藉由保險公司來降低或減少 你所發生的損失 好 這是為什麼要做保險 好 那再來呢 共保 什麼叫共保條款 好 他說呢 保險公司要求要保人 或受益人共同承擔風險的條款 這叫共保條款 那這個當然跟保險費有關係 因為保險公司如果負責任月高 他要支付的 他要求的 要收取的保險費就會越高 好 這是必然的 好 所以呢 他如果保險金額越高的話 他企業應該負擔的保險費也會越高 那如果企業呢 認為災害發生呢 資產權額的 權損的可能性不大的時候 他為了節省保險費 他會投保呢 叫資產價值為低的金額 那保險公司為了防止 企業保險費負擔降低之後 為了保險金額損失 又得到全部的理賠 然後導致它是疏離 防害災害的發生 而增加保險公司的風險 所以要求保險金額未達投保 投保資產公民價值的相當比例的時候 那災害損失必須由保險公司 跟投保的企業共同分攤 這個叫做共保條款 好 那共保條款呢 它的計算方式 好 它說呢 基本上當你保險事故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的賠償 保險公司會賠償的金額是 三個數字 選它比較低 選它最低的 不是比較低 你三個人是可以最高的 選它最低的 好 來當作它保 理賠的金額 那三個金額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保險金額 也就是說這個保單 如果發生事故你要領賠的金額 叫保險金額 第二個是實際損失的金額 好 實際損失的金額 實際損失的金額是根據這個資產 發生災害前的公民價值 跟發生災害後的公民價值 中間的差就是實際損失 好 請你記得實際損失 是指公民價值的損失 災害發生前的公民價值 跟災害發生後的公民價值 兩個中間的差就是實際損失 然後呢 第三個呢 是依供保條款公司計算之下的賠償額 這三個選擇最低的 那供保條款的賠償額怎麼算 公民價值 事故發生時 是投保資產的公民價值 乘上他的那個共保引力 事故發生前 還沒有 不是發生之後 發生當時 還沒有事故發生之前的公民價值 好 不是發生之後的 是發生之前 事故發生時的公民價值 那他的共保 共保賠償金額怎麼算呢 是實際損失去乘上 前面算出來的共保條款的要求保額分支 保險金額 那這一個後面的類乘數 絕對不會大於一 好 這個共保賠償金額 怎麼算出來 是實際損失去乘上保險金額 去除共保條款之下的賠償額 那這個被乘數 這個一定不會大於一 最多等於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只是他的一個計算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事業是四 看一下這個例子 有一共三種情況 火災前 火災後 然後給予各所不同的保險金額跟共保比例 第一種情況 火災前的公民價值12萬 火災後的公民價值10萬 欸 對 1萬 請問一下 他的實際損失去乘多少 我是不是想說三個數字群他最低的嗎 三個數字是 一個 保險金額 第二個 實際損失 第三個 共保賠償 共保條件之下的賠償額 這三個選擇最低的 那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看一下 他的保險金額上面寫了啦 保險金額就只有1,200 也就是說 當發生了保險事故的時候 保險公司 你投保的金額 保險公司賠的時候是只有1,200 就是第一個 保險金額 第二個 實際損失是 事故發生前的公民價值 跟事故發生後的公民價值之間的差 所以事故發生前12萬 發生事故之後的公民價值1萬 所以他實際損失就11萬 這是兩個數字囉 第三個 共保條款之下的賠償額 共保條款之下的賠償額 乘上保險金額91200 那共保條款之下的要求的保額是多少呢 因為我們的共保條款之下的保額 是不是發生事故那時候的公民價值12萬 拿情況1來講 他的共保比例是8萬 所以12萬乘上 不是8萬啦 80% 所以是9萬6 所以是9萬1,200去除9萬6 然後乘上他實際的損失是不是11萬 所以那個共保賠償額是104,500 所以三個數字都出來 第一個 保險金額91200 第二個 實際損失11萬 第三個 共保賠償額104,500 所以三個數字選擇最低的 就是91200最低的 好 我剛剛講了 當你發生了理賠事故的時候 是三個數字選擇最低的 哪三個數字 一個 就是保險金額 第二個 實際損失 第三個 就是基本上因為資產上面 他一定會要求你的共保 基本上 他一定講說原則上 除非你的那個賠償 譬如說他的投保金額是遠低於 他的市場價值 他就會要求那個受益人 或者是投保的7年 也要有負擔一部分的責任 所以有個共保賠償金額的計算 所以這三個數字選 他比較低 最低的 不是比較 最低的數字 為保險公司裡的金額 那第二個 我看一下 火災前72萬 火災之後44萬 所以他的損失呢 實際損失是不是72萬 減少44萬 所以28萬 實際損失28萬 好 共保金額是36萬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兩個數字了 共保金額36萬 實際損失28萬